南无寒来 南无寒来亚耶 南无寒离耶 波罗借地 苏波来耶 菩提沙托波耶 沫河沙托波耶 沫河浅如荷迦耶 沙波来巴帝 苏无荡来丹歇 南无世界里头 雨无鸿杨豁富辘 Felix波来 领导佛 南无 哪爱青植绯遇bros Hepangu三苑三 entreprene 苏国antal 苏根佩思 Technically 河河河河河方 辞河河河南无 stor 南无 Los Akons 返坯经过蓝智�음 接下来是下课 西在和家 这讲到我们每个人的家庭了 经上的这一段理政啊 肯定很多很多很多佛地子都能遇到 就发生在我们身边 甚至就发生在我们的家庭当中 我们的亲戚朋友当中 这样讲的 又若家内 假如说你这个家庭内部啊 遇大额病 遇大额病 好理解啊 北怪近旗 这个北怪近旗也好理解 但是这个表现形式非常的复杂 就是土话讲倒霉啊 那不是倒霉啊 那是相当的倒霉了 是相当的 家中语气嘛 就是倒霉不顺呀 鬼神邪魔 耗乱其家 讲到这个耗乱其家 我真见过一个佛地子家 遭到这种不测了 他丈夫挣钱来以后 就说给工资 这是一千 他交过来 再一数 就不是一千了 把他钱放到抽屉 马上拿出来再数 就又少了 就这样 这个耗乱其家 你形式也多种多样 比方说 水灾 火灾 发霉 找耗子 一些东西是这样 这个老鼠吃粮食 吃点吃一点吧 一个非常重要的一种东西 这个老鼠如果是当粮食给你咬了 咬了 咬了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部件 那么你可能是几千块钱的巡视 上万块钱的巡视 都不止 这耗乱其家呀 形式多种多样 发生在我们身边的事 很多 这个大家你 仔细去考虑就行了 在这不展开啊 恶人横造口舌 意想谋害 恶人横造口舌 意想谋害 这种情况非常多 非常复杂 我们在家 一般人也会遇到 在单位也会遇到 哪怕就是出家人 照常能够遇到 因为我们是人 释迦佛在世的时候 成佛了 不是照常吃马麦吗 释迦佛讲法的时候 不照常有一个妓女 绑上一个木波 说是他和释迦牟尼佛通好 里边已经有孩子了 你先安排这个孩子一下 不咱们讲到这个实例了吗 所以佛都会遭人诽谤 何况是我们人呢 恶人横造口舌 意想谋害 陈恒心啊 因缘我不成熟了 以各种 各种各种手段 来去造谣 去诽谤 斯家大小内外不合者 如果一家人 如果这些事全部遇到 那可麻烦了 那麻烦了 就真的就像有的人说 师父啊 不想活啦 有这种人啊 他就是受够了 就是他在那里 每一段每一段 假如说这一段 在某个家庭当中出现的话 也是够瘦的 就是说就是一种灾难 就是一种委员 一二仗现前 那么 斯家大小内外不合呀 不管你这个亲戚关系 有多么的和睦 有多么的亲近 但是 因缘一现前 这个恶缘 恶报 现前的时候 可能就出现 老子儿也动刀子 举一个例子 说的兄弟两个 在一个偏远的农村 那个地方呢 是宰杀那个鸭子和鹅为生 形成一个市场了吗 远入的 就往往又在这长期住着 就收购的 这一天 有一个外地人 那几年没有银行卡 现前啊 带着 一大包提着 就住到这个 曾经来过的这家人家 他是一个什么形式 我在你家住着 你给我负责张罗 我给你提成 你给我做饭 我给你提成啊 啊 就是 我能够收购一斤 鸭龙的话 如果是六十块钱收的 或者一百块钱收的 那么 我买你饭一百二 钱我付 质量 我把 你就是给我负责一下 就是 护持一下这个秩序 就是这样 当地人吗 啊 这一次你这个人又带了很多钱 又到了他曾经来过这一家 就住下了 住下以后 准备 过几天就要收这个鸭绒和这个鹅绒 啊 他一来吧 就是这个人呢 是老大 找了他这个四兄弟 坐到一块 就是吃饭 吃饭 陪陪客人吗 然后把这个事说出来了 生意大的话 你可以叫他的兄弟帮一下忙 酒啊 喝的有点大了 这个客人睡觉了 他那个兄弟就叫他哥 又到了他兄弟家 同一带一个村嘛 就开始说了 他哥啊 如果咱要他那个提成 要多长时间才能富起来呀 无非是一种回报而已呀 他一下带来这么多钱 能不能咱把它处理掉 咱两个把这个钱分开 这是借的酒精 他哥一听 你你这不是犯国法吗 你这胡闹啊 这个人来过 他是扑着我来的 他看到我的人品 才来的 就是让我给他帮忙 你那话对不住朋友 他哥一念三心还有 他兄弟两个就吵起来了 喝了酒了嘛 吵的吵的 家属也知道的 邻居可能也听到了 但是你没有听到具体的内容 最后就算了 算了 你睡觉吧 明天再说 不要再提这个了 他哥就从他弟弟那里 家出来了 出来 还弟弟接着酒精一想 哎哟 这个事真的是非常严重啊 人还没有杀呢 大家都知道我要杀人了 这个情况非常严重 他弟弟 一要到先前了 骑着刀 追上他哥 就在路上把他哥杀了 我相信 他怕他哥说出去 啊 酒吗 这个案很好破 马上就就破了 破了案以后 他弟弟死了 墙壁啊 人命啊 你看 这就是世家 大小内外不和啊 有种种表现形式 这是大的灾难 两个家庭都破了 两条人命 是这样啊 如果咱们家庭遇到 各种各样的委员 和不测的话 怎么办 一定要学会 是这样 长相千言大悲向前 设其谈长 至心念 观世音菩萨 诵词托洛尼 满其千遍 如上俄事 细节消灭 拥得安稳啊 你家人如果家庭不安 你什么你别干 还修行 不可能了 等等 遇到这样的事情以后 就设一个 就是供一张 千说万一像 那上面 桌子上 摆上香炉 香花等等 百味饮食 登 等等 这是一个设谈长 设计谈长以后呢 诚心 制成的祈求 观世音菩萨 那么大悲观世音菩萨 多念 或者三成也行 剩下的时间 多多的念 大悲咒 这里讲到 念几千遍 我们要正确理解 根据你自己 不同的因缘 可以几千遍 可以上万遍 我昨天讲到 加持大悲向游的时候 口误了 课下他们 告诉我了 昨天讲的是两年 一年念五百遍 是一天念五百遍 我念了两年 大悲向游 一天五百遍 所以多念 因为他就是 有这种作用 有这种 悉灾 合家的这种作用 所以我们就利用他 在经上找到根据 如果我们念阿弥陀佛 有没有这种功德和作用呢 答案是肯定的 一定有 念阿弥陀佛 也有这种功德和作用 这个必须要正确的理解 但是呢 我们在大悲经上 找到了响应的法 懂不 我们找到了响应的处理手段 如果展开的话 还要详细 精神 越延越零 越延 处理的事越大 就是含义 这个能听明白吗 再接下来一条 是利益农田 能够利益农田啊 我们在城市居住的人 也要正确理解 你能够掌握 大悲咒的这一种利用的话 肯定很多事项 你就摆平了 你比如说 你家里找苍蝇蚊子怎么办 你养的那个花 上面找了虫子怎么办 实际上是一个道理 为什么提出利益农田来呢 因为经常就是这样说的 我们很多信佛呢 往往就有地啊 或者种果树啊 等等种菜啊 往往就出这种情况 哪种情况呢 这样 若有被虫使田苗 被虫子捅饰那个田苗 祭无果子者 无果子是指这一条果子一类的庄稼 去敬灰 敬沙 敬水 咒三七变 咒二十一变 散田苗四变 虫寄退散也 果树兼咒水 撒着树上 虫不敢食果也 而这是经文 我们怎样理解这个虫子呢 这个庄稼 这个庄稼地里不找虫子几乎是不可能的事情 为什么你虫子就是生存在那种环境当中 但是虫子不知道是在吃你的庄稼呀 还是吃了颗野草 如果你真有本事 你可以下一个令 虫子 从今天开始 不允许吃我的庄稼 允许你吃那个野草 那样的话你 你就不用打那个灭草剂了 剩下的全是庄稼 这草野草嘛 一根也没有 那么我们没有办法和他沟通 也没有这种伪道感化他 那怎么办 正确理解 如果这虫子 真的殉害你的庄稼田苗 影响到你的产量了 我们正确理解 就是说 这是我们过去的冤亲债主来讨债 过去的冤亲债主是哪一类呢 是财产一类的冤亲债主 他以这种形式存在着 他这个天性就是吃这种庄稼 那么影响到我们粮食的产量了 就等于说 他讯号我们的资财 就等于说 我们过去的财上的冤亲债主来讨债了 打一个比方 你给你的邻居十块钱 人家到时候来要了 你不给人家行吗 不给人家永远是个债 永远这个事有 你除非是想给他 说点好话 多谢谢你的十块钱 你帮了我的大忙 救了我的鸡 回报一下 对不对 这个事善缘 大家互相帮忙吗 非常好 如果人家来 给你淘债来 要点十块钱 好了 你不但不给人家 拿出滴滴踢来 你就上着人家鼻子上喷 或者拿出棍子来 就上人家头上轮 是在旧债为了 新界又产生了 又增加了 这就叫缠辅 这就叫轮回 怎么能去了脱呢 那么我们怎么对 怎么样去对待这个虫子 就是这样 或者用水 或者用灰 或者用沙子 当然还有很多的 其他的戒指 中间的戒指 请见大悲咒 加持 用大悲咒来加持他 加持完了以后 在那个田边的四下 四个角上撒一下 经常是这样 提示给我们的 在某个地方 有一个巨石 他家里有菜地 菜地咒一样 大家都种菜 有一年生了虫子了 很多人就喷雾气 打那个地地味 落果一类的农药 就喷一样喷一样 打农药的那些虫子 没怎么见效 他是个佛弟子 又知道这个作用 他就念大悲咒 他也没撒 怎么做呢 就经常到他那个 庄稼地的四角上去念 经常对他庄稼地的念 他就说了 师父 我那个庄稼 黑幽幽的可好了 黑幽幽的 很健康 很壮 产量也很高 我要让庄稼 那个虫子 就是少 出奇的少 那个打药的 反倒一次次打不下去 我们已经知道了 因为这个 大悲咒们 他又开闲 众生的 慈悲心的这种功德 他又解开冤结的一种功德 他又度众生的功德 他产生了一种功德 你用这种功德 去回笑一下的话 他能够解除你的冤结 帮助你还清这个素质 所以说 通过大悲咒 加持了水 或者土 或者沙子 去撒一下的话 你这个虫子 肯定就少 或者就没有了 同样 我们城市的种花 如果招了蜜了 怎么办 不要喷药 大悲水撒一下 可以吗 你夹着羊 那个鱼 夹起来大悲水 倒给他一点 加着牙的花毛 小狗 小虫物 大悲水 倒给他一点 可以呀 利益众生 果树也是这样 因为前面我们提到了 就是一个人洗澡 沐浴 那个水沾在别人身上的话 那么其他的众生也能得度 包括那个刮风也是这样 在这不展开了 因为大悲咒就有如是的功德 能利益农田 接下来是龙田护赤 龙田护赤 是这样说的 若能如法送赤 愚助众生 其慈悲心者 观世音波拉说 我当时赤一切善神龙王 金刚秘技 常随维护 不理其策 路护眼睛 路护疾命 就是 如果这一个人 能与一切众生 生起了大悲心 然后如理如法的送大悲咒的时候 那么观世音菩萨呀 就命令一切的三神龙王和金刚秘技 那意思是命令一切 共同和不共同的护法 来常随维护 这个送赤大悲神咒的人 怎样去维护呢 他叫 不理其策 入户眼睛 入户疾命 好 好 好 谢谢观看 观世音菩萨 马上就赤 赤是命令的意思 是一种法旨 这个赤 他们大家都知道 是皇帝的命令 可是一般诸佛菩萨的命令 叫法王的命令 叫法旨 法旨是不可违背的 皇帝的命令有违背的 但是法旨不能违背 违背了法旨 这个因果是淡不起的 就是这个含义 因为诸佛如来的一切说教 无非是让一切众生 去了托 去行善 如果你违背了诸佛如来的说教 那么你肯定是造业 或者是没行善 那就难以了托 是这个含义 观世音菩萨 当时就命令一切的 三神龙王和金刚秘籍 是长存维护不利其策 如护眼睛如护疾命 一个护法 实时的跟随你 护着你不利其策吗 就像是护自己的眼睛 护自己的性命一样的话 这个护法肯定就是一种 佛教的护法 咱们现实生活当中很难找到 你的母亲 你的爸爸 无论怎么样牵挂你 无论怎么样疼爱你 做不到 明白吧 你走哪 你妈走哪 可能吗 来个强盗 连你妈也绑起来了 一下子逮着俩 是不是 佛教的护法 他有这种愿力 还有这种能力 不利其策 就是没有离开那个送吃大悲咒的人的左右 你走哪 他就在哪 就刚才讲到了 这个护法我欺情不欺情 你只要如法不欺情 他也在 你只要如法不欺情 他也在 你不如法 你欺情他也不来 就是这个含义 所以修行方法 关键在于如法 在政治建立以后 如法的修行 必然得果 也叫必然刻果 是这个意思 如护眼睛 这个护法就像护持他自己的眼睛一样 就像保护他自己的性命一样 来保护这个送吃大悲神咒的人 这一条了不起 在这里讲到护法 护法有试检护法和初试检护法 有智慧护法和誓言护法 有共同护法和不共护法 我们讲到共同护法是什么 一切佛法的护法 比方说 护法龙天 比方说 威陀菩萨 比方说 观公 切兰菩萨 这一类的护法 应该成为一种共同护法 还有一种不共护法 这个不共护法 就是在大悲经上 有专媒护持大悲注 和大悲注行人的一个护法团队 这个护法团队 在这不展开讲 可能以后有机会的话 专媒补充一个讲稿 叫做大悲注的不共护法团的故事 找一个故事讲出来 很长 不共护法 我们在看经的时候 也看到了 你像妙法兰华经当中的药茶女 她属于不共护法 地藏经上也有体现 钥匙经上也有体现 就是这样 她属于不共护法 那么世间护法 一般是说的 天界以下的护法 大凡天是护法 世间护法 为什么 他属于六道之内的一个众生 第四天 咱说那个玉皇大帝 他是护法 他也属于世间护法 阿修罗 锦纳罗 摩侯罗切 等等 天罗巴布当中 龙王 还有世间的护法 我们 各位大居士 也属于护法 是世间护法 护法呀 这个任务不一样 姻缘不一样 你比方说 我们想讲课了 哎 我没有机会做很大的事 我没有能力做很大的事 帮你摆一下桌子 帮你擦一下地 还护法 好不说 啊 有讲课的 有听课的 我站出来组织一下 维持一下秩序 啊 帮着 为大家扶一下务 好 护法 同样 寺院也是这样 经常去寺院帮忙 啊 经常去寺院 这个 这个 供养 这个统统 干活呀 包括 统统都是护法 啊 我们既然是人 都是 世间护法 那个初世间护法呢 那就厉害了 初世间护法 我们怎么去理解 往往是诸佛菩萨 大成就者 是圣人了 他们为了护持佛教 他们为了护持佛教的行人 他们为了护持佛教的寺院道场 经书法器等等等等 而法院 以护法神行显现的 护法形象 就是那个 非常威猛的 金刚形象 护法身形嘛 虽然他们是 护法的身形 但他们本质上就是诸佛菩萨 比方说 有一尊护法 我们可能都听过 哪一尊护法呢 黑六壁 马嘎拉 听过没有 没有 好好听 黑六壁 马嘎拉 非常威猛 他 他 就是 观世 佛萨 一讲到这里 高僧大大说了 黑六壁 马哈喀拉 这一类的 初时间护法 他叫什么 外现 无比 只为猛 非常凶猛 内怀 赤尔谷 之悲心 谢谢您的 外现无比的威猛的形象 但是他真真真真的是非常慈悲 为什么 因为他护士佛教正法 让佛教正法常驻利益更多的众生 他不允许哪一个小瑶瑶来把能够利益众生的这种佛教正法破坏了 这是第一个层面 第二个层面 当那个小瑶瑶破坏佛教正法的时候 他正在做堕落无间地狱永世不得翻身的那种恶业 那么这个护法用他的威猛阻挡了他这个恶业的实现 实际上就是渡了这个恶恶 来世就不当恶恶了 何况很多成就的佛菩萨往往有这么一种悲怨 一切众生不管他是善或是恶 你看文殊菩萨法国愿吗 不管他是骂我 棒我杀我等等等等 我都与他有缘 都与他有缘 让他正路无上道 文殊菩萨吗 很多佛菩萨都是这样 不管那个终生是什么 根性是什么 夜报是什么 只要有缘 好了 又要让你去路解脱 所以说当那个护法 跟那个小瑶瑶 以护法的身形结束的时候 也是让他去路无上道 内怀彻鼓之大悲 能明白吗 这个世间局势有很多这种情况 如果你的小孩去摸电煤的时候 你怎么说 有个小孩摸电煤呀 你看孩子 那孩子抓呀抓呀抓呀 不知道哪里好玩 不知道哪里不好玩 也不知道哪里有危险 没有危险 就抓那个电煤了 就上这个灯泡上要抓了 回来 你喊他回来 先把他经测一下 然后那个小孩一回头看着你 你一看没办法 这里有糖 你回来 用这个这里有糖让他回来 他不停 不停 你抓着他 照着屁股打了两巴掌 你就告诉他了 我告诉你 你在摸那个地方 社会也打的 是不是 为什么 你要摸上根也打 那个东西就打出去了 诸佛菩萨一样 这个人那个无名夜席 现前的时候 他不知道在造业 不知道这个夜阴果不 非常的严重 那么他就 去做 这时候护法 管用了 所以我们到寺院 去发心 或者去修行的时候 一定如法 不如法 还是那话 佛菩萨不怎么你 你真把护法惹恼了 惹恼一点点 就有你的好戏 我大的一点点 就是两个言一动 就够了 懂吗 所以护法 有试剑护法 初试剑护法 有共同护法 与不共护法 还有试验护法 和智慧护法 在这不展开了 不展开了 那么观世音菩萨说了 互法 互持 以后又说了一句祭语 在这里讲 那个善心龙王 这个龙王啊 是一个畜生道的一种 是龙类当中 非常有伟德的一类 叫王 他们啊 都往往具有很大的神通 能够行云不语 能利用众生的烦恼消灭 能互持佛教的正法 和佛的弟子 很多龙啊 龙族啊 是佛教的护法啊 这个大家都知道 在这里还有一个名词 叫金刚秘技 金刚秘技 也有的翻译成秘技金刚 是佛陀的内眷属 佛陀的眷属 一切众生都是佛陀的眷属 那么金刚秘技 是佛陀的内眷属 诸佛菩萨 是佛陀的禁眷属 圣人嘛 我们就是佛陀的眷属了 当然佛陀不是这样分的 我们 有分别的众生 是这样分的 这个金刚秘技啊 一般是实现愤怒的形象 持的宝处啊 宝剑啊 各种法器 巨大为神 互持佛教 一提到金刚秘技 往往是初世间互法 为什么呢 他们本具那种金刚之智 金刚之智就是 不被摧坏的 初世间的佛陀的那种智慧 啊 佛陀的智慧 叫金刚智 是这个含义 所有这些啊 他们都各有自己的眷属 底下是这样讲的 世主善神 祭神龙王 神母女等 各有五百眷属 大令夜叉 常非拥护 宋斥大为神咒者 其人底下列决了 罗在 空山 空山 旷野 都宿孤眠 世主善神 凡得宿物 必处宰账 轮流的看着你 因为他们有很多很多很多的眷书 哎 这个你不必要去请保安 请保安 一个人 一个保安好几百 你花不起钱了 这个东西不用请 你只要如法 好了 就有 他们也多 数量特别多 罗在 深山迷失路途 奉持咒故 善行荣王 化作善人 失其正道 如果你走到一个地方 迷失了道路了 啊 因为你送大悲咒的缘故 那个善神 龙王 护法呀 可能就 实现一个一般人 一个善人 告诉你怎么出去 告诉你那个 正确的道路 实现什么人 你才要的 打猎的 啊 或者是 出地的 或者是赶柴的 等等等等 让你非常容易 接受他 啊 不知道他 这是身份 非常容易 接受他 然后听了他那个指点 你就出来了 底下还有一句 落在山林旷野 发烧水火 龙王互故 化出水火 啊 如果你在深山旷野里 呃 活着修行 活着生活 缺水了 缺火了 因为你送大悲咒 这种功德 啊 这个 龙王啊 护法呀 护持你的这种 做呃 这种原因 那么很可能 就给你 化出水火 哎 这个很好理解 你比方说 我们啊 遇到汉灾的年代 我们求 鱼啊 龙王就给你 降雨 那灵啊 啊 李正和施利 是完全一致的 是无二无比二的 我们大家正确理解 它啊 好 咱们展开一点 了解一下 一二叉 一二叉 就是大力鬼啊 能弹鬼 也叫弹精气鬼 大力鬼 啊 见急鬼 他们非常唯猛 并且很秘密 行动很诡秘 他是鬼道的一类众生 具大伪力嘛 非常唯猛 非常好斗 如果这一类的鬼 啊 发展护持 佛教的话 那么他是非常得力的一种 啊 他分为地形 地形 一二叉 也可以把它翻译成 弱叉 有空行和 那个天一叉 的分别 这个一叉 很多是佛教的护法 这一类的多数是 世间的护法 因为他们是鬼道 一般的民间那种 呃 祠堂啊 某某某庙啊 某某某庙啊 往往是供的 夜叉 鬼 大力鬼 有才鬼 他有神通力 你一供养他 他就跟你办事 哈哈 民间的 小妙的 往往是鬼道的 大力鬼和有才鬼 建计鬼 这个我们一定要正确认识 正确认识 所以一个正信佛教徒 对民间这种信仰怎么看 民间这种信仰也是一种信仰 我们信了佛以后 归一三宝以后 一定知道 以三宝为究竟归一处 但是你 我们不去接了个冤仇 说哪一个地方 哪个东西不好 哪一个神仙不好 然后就给他拆他的庙啊 拔他的祠堂啊 等等 那不必要 他也是一类众生 我们这样看待 这样处理 就可以了 当我们遇到委员的时候 齐情的是佛不大的加持 容天护法的护佑 怎样才齐情才灵 就是我们 一是入法 而是虔诚 多念佛 多回向 多忏悔 这样产生一种功德 拿着功德去回向 去办事 那就灵验了 你光说 观世音菩萨 你给我送个小孙子来 我才给你一个庖 打白条啊 你这叫 打白条我们现在都不行了 是不是 他开始想了 怎么今天还没来 明天还没来 就又说了 来了我才给你挂个庖 先取下哈 打白条你 先修 再祈求 或者修 不用祈求 到了 明白吗 正性的佛教徒 必须有正确的职见吗 诶 世间立一 我们讲完了 既然大悲咒啊 有如此殊胜的 出世间的功德 和世间的利益 那么大悲咒 用途非常广 我们用它非常普遍 如果有人怀疑大悲咒 或者是诽谤大悲咒 讲会有什么过失 或者有什么罪过呢 这个在咱们这个讲稿的第四条 诽谤大悲咒的罪过当中 给大家做开示 这里边 我们用四个理证来解释 第一条是如来印证 大悲咒是观世音菩萨 在大悲法会上 宣讲的 当时啊 释迦牟尼佛在场 那么观世音菩萨 讲完了以后啊 释迦牟尼佛是如何给他印证的 我们才能相信他 才能作为一个经 一个咒 一个修法 来使用他 经常是这样说的 此观世音菩萨 不可思议 无一神之力 以过去无量节中 一座佛境 好 正法名如来 这释迦牟尼佛 告诉阿难 以及在场的人 包括告诉 后世 能够有缘 听闻到大悲咒的人 实际上包括了我们啊 释迦牟尼佛说啊 这个观世音菩萨啊 不可思议 为神之力 以过去无量节中 一座佛境 后正法名如来 说明观世音菩萨 是一尊古佛在来 这是第一条理证 这个不可思议 为神之力啊 那么我们没法展开讲 在一部经典当中讲到 普强菩萨运用神通 进入到观世音菩萨 一个汗毛孔里 然后遥游了十二年 没磨到边际 看到我这个经文吗 普强菩萨运用神通 进入到观世音菩萨 一个毛孔里面 遥游了十二年 实际神通遥游了十二年 没找到边啊 当然普强菩萨神通也很大 说明这个诸佛博的 微神之力不可思议啊 因为有像的事像是 没法描述的 因为我们的语言是不能讲 讲清理就是这个含义啊 第二条 佛强阿难 此观世音菩萨 说说神咒 真实不虚 虽然这个大悲咒 是在大悲法患上 观世音菩萨宣讲的 释迦牟尼佛印证了 说阿难 此观世音菩萨 说说神咒 真实不虚 这个从字意上 很容易理解 我们就不再展开了 这是第一条 如来印证 第二条 你是随习赞叹 谁随习 谁赞叹 你是 释迦佛随习 释迦佛赞叹 并且要求 听闻的一切人 随习赞叹 那么这个能够随习 和赞叹的法 是什么法呢 释迦佛说 善男子 此托罗尼 威神之力 不可思议 不可思议 连那两个不可思议 并列用 叹莫能尽 实际上这三句话 合起来 就更好理解了 释迦佛赞叹 这个大悲神著的 威神之力 叫不可思议 不可思议 叹莫能尽 不可思议 就是不可思 不可以 用我们这个思维 想不到 用我们的语言 表达不清楚 这是释迦佛说的 这样说 若不过去 久远以来 广集善根 那这名字不可得闻 何况得见 如果听闻 大悲咒的这些众生啊 他过去 他没有众善根的话 是广集善根 那么这一生当中 可能遇不到法法 遇不到大悲神著 何况得见 名字就听闻不到 何况亲自能见到这个经法 何况能听闻这个解释 何况能够亲自受持大悲神著 是这个意思 底下一个辅助 如等 如等大众 天人龙神 吻我赞叹 皆迎随习 所有在常的人 所有能有缘 得闻大悲咒的人 看到大悲惊的人 听闻到释迦牟尼佛的赞叹以后 都应该随喜 随喜什么 随喜赞叹 是这个含义 第三条是佛陀的辅助 接下来 他是想连的 都把它放到 毁谤大悲咒的罪过 这里面 到第四条 讲到毁谤的罪过了 第三条 佛陀的辅助 佛格阿娜 如当身心清静 受持此托洛尼 广选流不语 颜伏体 莫令断绝 此托洛尼 能大利益 三解众生 佛陀赞叹 大悲咒的功德 不可思议之后 紧接下来 是辅助 辅助 是叫的阿娜的名字 你们应该身心清静 受持此托洛尼 受和持是两层含义 受就是才开始信 信而结束于心 我从心底 真正的相信了 这叫受 终则一持不忘 那叫持 就等于说 你们要相信他 还要修持他 还要广宣流步 这是受持的 真实的含义 如当身心清静 身心清静就是 不存那个怀疑心 不存傲慢心 在这是这样 广宣流步与颜伏体 颜伏体一般就是说的 我们这个娑婆世界 这是释迦佛说的 从那个佛语上 我们可以看得出来 大悲咒与我们娑婆世界 南颜伏体众生 是非常有缘的 要不然的话 释迦牟尼佛 不会附助 他的弟子 广宣流步与颜伏体 莫令断绝啊 莫令断绝啊 这是一个加强的语气 此托罗尼 能大利益三界众生 能利益三界一切众生 他具备出世间的功德 和世间的一切利益 很多的妙用 在前面我们已经讲了 在这里不展开 第四条主要讲的是 诽谤的罪过 若有邦慈咒者 即为邦 比九十九亿 横河沙诸佛 因为 讲大悲咒的由来的时候 我们已经讲到 大悲咒是 过去 九十九亿 横河沙诸佛所说 就等于说 大悲咒是 一切诸佛如来的 体性的 显现 它是国地上的 一种正德的显现 如果有人 诽谤大悲咒 就等于 诽谤了 过去九十九亿 横河沙诸佛 不要说诽谤这么多佛 就单纯说 诽谤一尊佛 讲会是什么 结果呢 诽谤一尊佛 是无间地狱 在这不展开讲 无间地狱了 无间地狱是 无种无间 恶业即重 那么 他那个结果 非常的悲惨 比地狱啊 受苦要重 时间要长 底下一段 若有词 托罗尼 生意不信者 刚才咱们讲到了 一种是诽谤 一种是不信 仅仅是生意不信 当之其人 勇是大利 因为他具有 出时间的功德 和时间力 你对他不信 就等于说 是对正法的不信 勇是大利 百千万节 长轮恶趣 无有初期 在这我们要正确理解 如果你不信佛法 你不可能了托 所以我们在 其他地方 经常提到 一个人想了托 唯一的一条出路 是依靠三宝 修的是 初时间了托之法 如果你修其他 外道的 一切善法 仅仅是 世间的福报资粮 在集聚 最后啊 是作为一种 余福 在轮回当中享用了 不可能了托 对佛教的了托之法 不能生信 这是一二章中的缘故 后面有了 叫常不见佛 不闻法 不读僧 常不见佛 不闻法 不读僧 见不到佛 是一二章中 听不到佛法 是一二章中 见不到僧人 是一二章中 人有八难 哪有八难呢 为什么叫他个难呢 就是如果你占了一条 这一条啊 足以障碍你的修行和了托 举出一条来 佛前佛后 如果你生到佛前 佛法还没有 障碍你了托 为什么你 一二章中啊 佛陀没出世的时候 你出世了 你死了 佛陀才出世 才讲佛法 你没有听到佛法啊 没有掌握了托之法 释迦牟尼佛一出生以后 周七步 一手之天 一手之地 光了个小屁股就开始了 天上天下 为我独尊 走了七步 七朵莲花在脚底下生成了 然后他爹一看 这个小家伙厉害啊 长得好看 难道是小娃娃吗 就找一个仙人 给他下面算卦 仙人啊 就是修印度教的 普罗明教的 修的修的 出了很多神通 很大的神通 能够下面 能够算卦 能够看星象 确实 不管是哪一种宗教 如理如法的修的话 会产生一种神通 那么 这个释迦佛 生下来以后 他爹就找了一个 一个仙人 来给他下面 看看 这个小孩能不能继承王位 能不能有这种福报 能不能有这种伟德 能不能有这种智慧 和这个姻缘 来继承他爹这个国家 继承他爹这个遗产 来自立国家当国王 这个仙人就来了 年龄好大了 看着很软 一看小太子 马上爬下来 克朗翻个头 哇哇大哭 他哭什么 知道不 他哭什么 特别的这个小孩啊 如果在家是金轮王 转轮身王当中的第一 金轮王 刚才咱们讲到 那个阿游王了 讲到了 那在这不展开了 如果他在家 他自立国家是金轮王 那是相当了不起的一个国王 相当认识 相当有福报 相当有伟德 所以能生的这个时代 和他家园的人 统统沾他那光 因为国家的臣民 都是他的眷属吗 都是他的孩子吗 我们都是国王的孩子 就是这个意思 从道理上是这样理解 一定要这样理解啊 如果这个小娃娃要出家 他定能成证据啊 证得佛陀也 就是那一世大厕大悟的人 你说这个老仙人 为什么哭呢 可惜啊 我快死了 没有缘得闻 他讲述的撩托之法了 生的佛钱了 照难撩托吗 我们跟这个仙人 应该有同感啊 只不过是他提前了一步 我们慢了半盘 释迦法走了 我们才出生 不过现在 不幸当中的万幸 就是还有佛经在啊 我们还有佛的缘经在啊 如果是经也不看了 佛也离开我们了 那你在家造车吧 并没造车你造吧 那没有办法 所以说人有八难 其中一难叫佛钱 佛后 不见佛呀 很难了托 不见佛是一家当中没有福报 古代那些人 释迦法在世的时候 那他那弟子福报都非常蒙利 你看 经常说 释迦法想射手哪一个弟子 让他成为比丘 让他出家 让他修行 不用有剃头刀 一句话 扇来比丘 扇来比丘 一句话 在佛他那个 威神之力的加持下 他的虚发自落 胡子也没有了 头发也没有了 正广瓦亮 加杀 自然在身上显现 成为比丘了 那么咱们现在 我一年 要替坏好多刀片 半月一替半月一替 有时候高兴了 不到半月就替了 一年我替坏好多刀片 咱没有人也那种根性 生到佛后了吗 佛前佛后 所以不见佛 是一而掌重 不违法更是一而掌重 佛陀 应化世间 无非是告诉我们 了托之法 宇宙的真理 法的地势性 所以佛陀走了以后 你把法留给我们了 我们只要是如理如法 根据那个 所以不违法 也是一而掌重 在将菩萨界当中 有一条清界 叫做 四里 以内 如果有讲法处 你不去听闻的话 就会犯 在将菩萨界的清界 当然这条 欧义大师在解释的时候 做了个延展 就是补充了一点点 欧义大师这样说 除非比颠倒说法 你比方说七八里以外 有一个法师在讲法 作为在家弟子来讲 作为有正信的佛教徒来讲 应该去听 听闻法法 能够开显智慧 听闻法法 能够改毛病 听闻法法 能够掌握自己的修行的方法 能够提高自己 能够超越自己 能够进步 能够了托 是这样 如果长期都不听闻法法 佛经是有 佛经你也不看 讲法的也不听 那好了 你只能是在那轮回的 只能是在那等的 所以说 四十里以内 由讲法处 作为一个正信的佛教徒来讲 都要去听闻法法 欧义大师说 除非比颠倒说法 除非比颠倒说法是什么意思 那一个人在讲法 他叫讲法 实则胡说八道 你可以不听了 可以不去 那不犯戒 如果那个人不是颠倒说法 他确实讲了佛法 如果你不去 就犯清戒 特别是犹豫不去 就犯戒 再讲菩萨戒 除非你 重要的事情缠身 除非你病了 不能去 除非你不知道 所以不文法 也是一掌重 不读僧 不读僧 也是一掌重 你看看 《光无良寿法经》当中说了 如果往生到西方极乐世界 你是下品下生的人的话 十二大节 花才开 在这个十二大节当中 不见佛 不文法 不读僧 为什么你一掌重 下品下生的人 和上品上生的人 相比之下 那就是一个 一掌和福报的差别 差别极大 就是这个含义 到了下品下生 西方极乐世界的下品下生的众生 在荷花里包十二大节 这个荷花是个有效的东西 实际上这个人在荷花 他不觉得不认为是个荷花 经常讲的很清楚吗 就像一个皇太子 在一个皇宫里面一样 也非常舒服 因为西方极乐世界的果报如此 果报非常殊胜 所以说即使不见佛 不文法 不读僧 那么那个环境 果报非常好 但是你 根据经上的那个含义来讲 你不见佛 不文法 不读僧 你就是业障极重 十二大节 花开了 看到的是观世音菩萨 与大师之菩萨 观世音菩萨 与大师之菩萨 给这个人讲什么 讲灭罪法 讲的是灭罪法 上名上升 那个人就不一样了 上名上升 离命中的时候 就阿弥陀佛 欲诸圣中 现在其前 他自己看得非常清楚 花没有合 阿弥陀佛那个金色连台 一身 马上 他那个身形啊 马上就在连台上了 花没有合 与贪之冲 往生到西方 一听到光明宝林 敢说妙音 他马上正得 无神法人 就是把地不退转菩萨位 这是上品上升 谭之穷 夏平和十二大节 十二大节是 多长时间呢 一百六十一 亿万年 所以说西方极乐世界 差别也非常大 一百六十多亿万年 才花开 建的是观世音菩萨和大世音菩萨 建了这两位菩萨以后 你德文是灭罪法 先消逸啊 再说 明白吗 你自己的一个小孩 两三岁 光顶猴子 下雨了 噗 啊 张到在一个河里 张到一个泥潭里 他妈妈 先把他腊出来 先给他洗 洗完了 再包起来 抱到床上 哦 差不多吧 先消逸 先给他洗洗 不都僧 见不到僧人 使一耳障众 有一句话 叫 一线僧效 功德无量 先不要说受戒 先不要说修法 先不要说弘法 也不要说念佛 一线僧效 功德无量 因为他代表了佛法的注释 僧效 是佛教的一种表证 僧效 能让人种福田 僧效 能让人离拜 僧效 能让人了托 僧效 能让人供养 种福田 就是 僧效 能让人有意无欲 去念一句阿弥陀佛 我出发的时候 走到马路上 经常碰到 一些小伙子 也是善缘 也是善根 担心他怕 自从少林寺 五僧出来以后 很多人怕和尚 怕也挨揍我 小伙子远远的 看着你过去了 还得让你听到 不听到他不解磕 实景喊 阿弥陀佛 如果你不穿的人衣服 你说你遇到个小伙子 遇到两个小伙子 他要不给你阿弥陀佛 就这一句就够了 是不是 举一个实例 解释这个意思 一个什么实例 你释迦佛在世的时候 他的很多弟子都是阿罗汉 能够出家是一种福报 是一种功德 也是一种善根 释迦佛在弘扬佛法的时候 就来了这么一个人 想出家 敬仰佛陀的人格 敬仰佛陀的教法 想出家 想出家 当时他没敢非常盲创的 直接找佛陀呀 就找了释迦佛的弟子了 找了好几个 先问 我想跟随佛陀出家 你看能不能给佛陀请示一下 怎么样 他那个弟子 是阿罗汉 有神通啊 在刹那一间 路定一观察 恐怕不行 他说为什么 据我观察 五百事 人都没中一点善根 和我们佛陀没有缘 辞掉了 阿罗汉一说 这个人 浑心了 哎哟 我很想出家呀 难道我就 这么点福报都没有吗 不行 我再找一个弟子 再给他通融通融 说一说 齐情齐情 那么又找到另外一个弟子 那个另外一个弟子 一观察 恐怕不行 为什么不行 五百事 你都没有一点点善根 你看还是一样的说法 他一听 麻烦了 这个事情可能达不到目的了 哎呀 就非常惭愧啊 惭愧就流泪 就哭 也该当他姻缘成熟了 释迦佛就从他身边一走 看到他 你哭什么 呃 我是想跟随士尊出家 但是你 你的弟子 给我观察了一下 你说是我出不了家 因为我五百事都没有中三根 因为这个 我得痛哭不止 释迦佛说了 来吧 我让你出家 山莱比丘 续发自落 驾沙自然披身 啊 下风向了 后来他很多这个阿罗汉弟子就问 佛陀呀 这位道友 因何因缘 让佛陀射受他当弟子呢 出家呢 释迦佛他说了 你没看他五百事 你再往前看 再往前看 他看不到吗 释迦佛说了 多少集合一千 他是一个打柴的 打柴的在山上嘛 什么情况也有 突然间有一天 一只猛兽从山上冲下来了 一只大老虎 他害怕着 把那个柴蛋子一扔 爬到树上了 爬到树上 那个老虎 扑到树上 晃 老虎不是爬树吗 当时可能花毛就是没交给他这个 晃那个树 晃没用 树虽然晃 人也没掉下来 最后那老虎放弃了 走了 走了以后 他那颗心 紧巴巴的那个心 他输了一下 叹了口气 拿摩佛 这个拿摩佛 就让他出家了 对吧 所以说人也种善根不一定在哪 因缘成熟也不一定在哪 是个会修行的人来说 是时时刻刻在修 时时刻刻在积累 你在积累称佛的那种要素 那种资料 四天王经上 释迦牟尼佛说 我今作佛 那往昔 极 要所知 明白吗 明白吗 我这一生成就佛果了 是过去无量的节目来 一生一生一生一天一天一天一刹那刹那的 积累的 从量变到直变 懂不懂 所以说不都僧 是一样仗众 现在很多人也宣传 不要去寺院了 不要去寺院了嘛 但是他后边一句话 你们没注意 要到我这来吗 如果你听的 有人告诉你 不要上这 不要上那 不要上那 好了 后面必然有一句话 要到我这来 有一个在家句实 在家讲经 在家讲经这样说 他这么说去 你可千万不要自己在家念佛哦 他接着解释 自己解释 因为别人都不知道嘛 别人没听佛这么说 他就解释了 你自己在家念佛 把那个鬼念来老 可就麻烦了 哦 你得到我这来念 为什么呢 我这常好 常好 可能就是鬼就不来了 根据经上说 常好 鬼也来 鬼也愿意去 常好的地方 懂不懂 鬼啊 鬼啊 无非是一类众生 佛菩萨看鬼和人呀 无非就是跟我们邻居一样 他就跟我们生活在同一个空间 啊 我们就是看不到他就是了 他是欲见的一类众生 不要一提到鬼 觉得跟个非常可怕一样啊 就是不可接触 不能提 一提到鬼非常怕 我给他 给很多佛弟子这样说了 我说 你见过几个鬼吓人的 现在都是人在吓鬼 你见过哪个鬼献身 吓国娘 都是人在吓鬼 找个套目绝子 拿张纸送送他 是吧 急需要住啥 什么意思 人在吓鬼 鬼没有吓人 他无非是一类众生而已 所以一提到这个鬼啊 好像是 大家都不理解 通过那个佛教的经典上 我们可以看到 鬼是一类众生 鬼道比这个人呀 这个抱相对来讲 就是重一些 当然鬼道的差别 比人道的差别要大 他们是恶鬼 非常的痛苦 我们应该慈悲他 你看 寺院到场 到吃饭的时候 要出食 其中有他们的 下午课的时候 要放蒙山 就是供养他们的 把他们招来 招来干什么 给他们诵经 念佛 做开示 替他们忏悔 然后就说 吃啊喝啊 吃饱喝好啊 下一句 吃好喝好 是这样 然后呢 有缘的就往生了 即使根其不利的 也种下山根了 就是这样 今天春天我在一个地方 做开示 有个句实就这样说了 我不敢在家送经 或者有的说 我下午不敢自己在家送经 我说为什么 就有人说啊 你送就你就把鬼送来了 他说师父遇到这种问题怎么办 我说什么问题 假如我一送经 一烧香 鬼来了 怎么办 当时他提了这个疑问呀 我的答案是 你家里不是有沙发吗 我逗帅他了 他就真认为那个鬼来了 坐他的沙发了 是吧 他的问题是 鬼来了怎么办 那个意思 没法安排他 我就说 你家里不是有沙发吗 麻烦了 送经的老看 沙发上有没有 实际上 这是一个玩笑 什么玩笑 实际上告诉他 鬼啊 你请他也有 不请照常有 我们心不存鬼心 你就没有鬼 鬼就是一类众生就是了 心不存恶念 那你就不找恶鬼 扰恼 即使真的鬼 来了 他也是一类普通的众生 甚至是帮助你的 你真的好好的修行的话 鬼道的有大护法 他是来护你的 就这个意思 包括地藏经 有很多人说 晚上不能送地藏经 送地藏经 鬼来了 不好 怎么样怎么样 你看地藏经 有这个说法吗 鬼来了不好吗 是吧 鬼王来了 鬼王来了干什么 鬼王就是管鬼的那个王来了 就护你的 就来听经的 文法的 是不是这意思 正确理解啊 呃 我们如果不正确理解的话 往往就是说 呃 这部经能送 那一部经不能送 往往产生这种口语 这种口语 是一种口语啊 这个非常不好 这个不读僧 但不解释 哦 实际上 一线僧相 功德无量 就刚才讲的这个 呃 一切众生看到这个僧相的时候 能种善根 哪怕就是有意 无意念诀阿弥陀佛 也能种善根 呃 这是 讲到不读僧 是一种 乐意 呃 接下来是 主要是讲 第五大悲众的妙用 即修法 大悲众的妙用 即修法啊 大家应该 呃 都记清楚它 呃 我们这个光盘 出来的时候 我希望大家能够 呃 请光盘 因为你当时听的时候 呃 非常高兴 非常明白 过后一问 大家统一一个答案 统一一个答案 叫忘了 填ABCDE 为你填哪一个 通通没填 填了个忘了 大悲众的妙用其修法 第一条叫 请菩萨来法 这是经上的 若欲请辞菩萨来 请这个观神菩萨来 咒 卓举罗祥三七遍 烧菩萨祭来 卓举罗祥 如果你把这个 卓举罗祥 放到你的面前 念大悲众三七遍 加赤 然后烧这个卓举罗祥 菩萨就来 这就是经文 他就真的来了 这时候 什么都灵言 卓举罗祥是什么 卓举罗祥 也叫安息香 原产于安息国 原产于安息国 它是一种 从松树上流出来的 一种油脂状的东西 这种香味 这个香味非常特殊 但是不会烧的 烧起来不好烧 为什么 它产生一种焦性 焦油 你一烧 它产生一种焦油 不像我们那里一烧 就是一种干的灰末 它那一烧就产生一种湿的东西 啊 卓举罗祥 卓举罗祥 它是一种中药 一般的中药店 买不到 我在好多年以前烧过 是从成都买的 一个特殊因缘的特殊环境下 买到了半斤 卓举罗祥 安息香 因为它那个质量差别很大 价格差别很大 这个东西很贵 大家说你烧 也有一种烧的方法 一般用我们这个 普通的烧香方法 它不着的 它是不着的 若欲请辞菩萨来 咒卓举罗香 三七遍烧 菩萨寄来 虽然经文非常简单 我们要前后贯通起来看的话 就是说 你能够摄谈 你能够供香 然后你能够制成如法的 再去烧这个香 那就达到目的了 南无观音菩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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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南无观音菩萨